151信報財經新聞,科幻想像 2015年7月10日今日焦點C01忽然文化佔非福士汽車 位於德國的工廠本月初發生極罕見的機下人殺人事件 一名22歲的男技術人員在工作之際被機下人握起 並將他擠壓向一塊金屬板,不幸喪生 按理說者只是工業意外,本來並非新聞 但始終意外事件不幸發生於技術人員為機下人安裝安全軟件之時 於是就成為全世界報章的一則花邊新聞 機下人殺了人無疑是慫人聽聞的 其實一切都是人類的所作所為 或者可以說,人類本身就是威脅,人類本身就是危險 也許並不是機下人攻擊人類 實情倒是人類自作自受 或與英國報女斯托機下人實驗室的艾倫 溫菲爾德·艾倫 Winfield 所言 世人對機下人的期待與恐懼有些過頭料 可以如此,溫菲爾德認為總有媒體人對科幻電影與科幻小說過於敏感 自作自受科幻想像往往先於現實世界 《機下人》一詞源於1920年籍黑劇作家卡雷爾 《赫佩克·卡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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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科幻舞台劇》 名為《羅梭的萬能工人》 《Rassum's Universal Robots》在此劇中 爆發了一場驚心動拍的機下人動亂 差不多殺死了所有地球人 至於科幻電影,亦會有人類滅絕的情節 比如在《未來戰士 》中 就有人工智慧網絡天網 因過度發展而失控 最終就成為地球的終極者了 千萬不要以為此一天網只存在於電影 原來美國就真的有一張天網在諸事柴人類 此則被文猶前衛報記者格蘭·格林華特·Gland Greenwald 所揭發 由他所創辦的新聞網站The Intercept 發布 聲稱那是NSA 建立的全球式聽網絡 問題也許並不是人類具怕科技和機下人 科幻想像到反映了世人內心的恐懼 從而具派人類自己才是最不可信的 人類自以為取代了做物主的地位 以為無所不能 如果科幻有一日變成科學怪人 那就只能責怪世人自作自仇 讚文 沾飛號沾飛號今日焦點號忽然文化科幻想像